我跟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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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尤其是 決定的時候 有時候我確定要去做囉 然後我們還有一點吵架 我就是口氣 不是很高興的跟她說 妳就自己想好就好了 我尊重妳 可是我不贊成 我不贊成 我不贊成 換妳要整身了喔 對啊 沒想到妳也有今天吧 對啊 好緊張喔 妳有做過手術嗎 我婦產 對 還好那是半生麻醉 妳女兒都已經那樣弄完了 這個是小手術喔 罰罪前蘋果 唉唷 怎麼一個奶頭在座上 這是可以偷摸的意思 換來這邊讓我摸的嗎 這是要做說明用的吧 這奶頭好逼真喔 摩地是這個嗎 不是不是摩地 摩地吧 這裡啦 這裡有寫摩 它裡面有一個晶片 妳溶乳之後 它會最終 妳覺得我溶乳怎麼樣 還是妳覺得有點太多了 太多了我覺得 欸這摸起來真的很療癒 它這個是掃上 欸靠北 我怎麼摸到這個 都是裡面的那個嘛 喔 這要打馬賽克 把這個奶頭 摸逼真 我讓它是 從什麼都不用 啊我要是被 不能履歷怎麼辦 妳要付的錢喔 等一下 它真的會吹下來 欸真的欸 我自己也蠻想做胸圍的 嚇小了 真的我現在馬上拍下來 嚇小了 那妳今天要做的是 這是淚溝喔 黑黑的這邊比較明顯 就很像黑眼圈 對啊 不知道為什麼 淚溝就是會有黑黑的 所以它會很明顯 好那我們等等看醫生怎麼跟你說吧 現在是 2點19分 如果妳的是黑色的欸 為啥啊 因為妳喜歡黑色的欸 為什麼 因為它很像這件黑色的啊 對 因為它很像這件黑色 啊是喔 不是因為這件P是黑色的 它不是 妳以前是要嗎要戴這 對啊 在開刀房裡面 供應室裡面 洗漆溪的時候都要戴這 反正一進去 手術室就是要戴 這是 手術 我剛剛手指玉帽 跟玉帽長得一模一樣啊 它長得一樣 可是 它材質不一樣啊 這是手術用啊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啦 媽媽妳好是邱醫師齁 嗨妳好 今天我們主要做眼袋的手術嘛 嗯 這個眼袋齁是我們人體一個 隨著年紀增長之後自然增生的東西 你看我也有 嚇起來的時候立刻龍起來 一個是臥槍 臥槍的話會讓人看起來 像我們別人有精神 那眼袋就不一樣 眼袋因為垂垂的眼袋 會讓人家看起來覺得皮啊 嗯 那這個眼袋的原則是用開刀的 嗯 很久以前我們整形外科是 認為是多的就把它拿掉 那現在的做法呢 會喜歡 把這個球狀的眼袋 敷屏 變成像扇子一樣 充分的利用來 填充這個 蘋果肌的部分 嗯 球狀變成扇子 好像你就會覺得皺皺的 對 這個時候我們要 修一點點皮 把它切除 那這個眼袋算大嗎 其實在我們開過欄裡 會不算大 嗯 這個手術有什麼兵發症 最大的副作用 看起來變年輕 啊 沒有看一下 最大的副作用 是我們YK是最不想見的 這是最大 很少見 但有可能叫做眼前外翻 嗯 有大部分的是天生 它這個撐住眼睛的肌肉剪板 是沒有力氣的 拉起來是不是立刻彈回去 對 有的耶 是拉起來 它是慢慢的縮回去 那就是它的剪板 跟周圍的支撐的軟組織 都是無力的 做這個手術 就是眼前外翻的高風險群 一旦發生眼前外翻 都是比較難處置的 嗯 那其他例如說是像 筋膜水腫啦 或者周圍的軟組織水腫 這個都很常見 那它需要恢復齊 大部分人大概都是一到兩週 少部分有肝炎症的人 如果做了眼袋 手術除了改善外觀之外 肝炎的狀況有改善 真的啊 那整個過程喔 我們建議是用舒眠嗎 所以睡個覺醒來就好了 後面我需要按摩還是怎樣 喔 不要去按摩 手術完喔 我們會建議水腫是冰敷 我怕那個線 線鬆掉 又Q上去就不行 但是手術完 我們會貼一些美容紙醬在臉上 就不要去拆它 手術完會有線頭喔 但都不要去動它 然後等待拆新的時間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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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媽在鼻子我 我媽在鼻子我 你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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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會好好的嗎 我一定好好的 好 好嗎 大家都會好好的 掰掰 6點24分 你醒了喔 你再揮手喔 眼睛速上不開 沒有啦 我會用力 你用力一下 好 不要亂用力喔 我的樣子 那個 按下覺得很不舒服喔 不會 就是眼睛長長的 看著 眼睛變好小 剛剛做完那個 眼袋的手術 那大概在 12點的時候 才回到家 我們現在覺得 眼睛已經可以比較 張開一點 可以這樣子張開 痛的話 其實只有在 剛醒過來的時候呢 有一點刺刺的 很通都是不至於 但是就是有一個 刺刺的感覺 那現在只是覺得 眼睛還 睜不開 是第二天 早上剛醒來的樣子 眼睛的分明物還蠻多的 所以 早上起來的時候 眼睛是黏住的 黏住了 黏住了 打不開 看 昨天啊 去拆了線 目前這個地方還是腫的 這個工法真的很強 開刀的痕跡就只有在眼尾 眼尾 這個縫線 兩邊都一樣 然後還有就是 現在貼著兜兜貼 因為我這邊的眼袋比較大 所以釘了三個 這邊是兩個 像針口那麼大的 小洞 他的傷口就這樣 覺得他的好處啊 淚溝不見了 而且啊 多了臥槽 我自己真的覺得有年輕的十歲 這個手術 我覺得還蠻值得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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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嗨 嗨 我現在已經變成小姐了 哈哈 你覺得你做完眼袋 差最多的是哪裡 魚尾紋也不見了 可是這邊可能是還有一點點 腫腫的 目前 但是他恢復的還蠻快的 這裡面又消了一點 淚溝也沒有了 蘋果肌也補起來了 這個就是原本的黑色素 感覺上好像有開眼頭的效果 我覺得蠻有趣的 那這個手術很不舒服嗎 還好耶 我覺得最不舒服的是 第二天第三天 第三天最癢 眼眶很癢 其實不會痛 禮拜六那天開完 最不舒服 就是眼眶 超級癢 隔天他就慢慢 可是我覺得癢的時候 就是病腹之後 他就會 還好 所以這個年紀 去做這手術 你覺得是 看體患吧 有的人是因為 身體狀況本來就不是很好 不適合做手術 是因為麻醉吧 其實麻醉好像沒什麼 可是他風險好像蠻高的 你當初 不贊成我去 手術 結果你自己去手術 你對於這點有什麼想法 其實 其實你還沒有說要去整形之前 我就看我的淚溝很多妝 因為其實我很害怕照鏡子 因為我不喜歡我自己 所以相對的 在照鏡子的時候 也只是看看 一早上起床的時候 眼睛能不能洗乾淨啊 比如說我在畫眉毛 我就只有看眉毛 我要畫嘴唇 我就只有看眉毛 不會整體這樣子看 因為那時候在台東的時候 就是因為都忙著過生命 所以也很少仔細去看看自己 就這樣經過十幾年 那回來台南之後 有一天我出來看到 唉唷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原來是這個 原來那是那個 一個老化的一個現象 當時才去注意到這個東西 因為不是很常去注意自己的樣子 你看我們人的那個 真的很有趣 沒有去注意看自己本來的樣子 突然間有一天看到的時候 你是根本就不知道 我們的臉部有在變化喔 是想到的 好像還是我們以前年輕的樣子 所以就看那兩個淚溝就特別的明顯 就覺得很好笑 也還好你有去做那個整型 然後我才有機會去問過這個 我也是看一看資料看一看 大概一輩子都不會去做這個事情 妳現在有比較喜歡自己嗎 我還在努力走 但看了有比較開心 有啊 鏡製品變成自己至少是會笑的 對啊 而且幾乎沒什麼傷 根本就看不出來 沒有看不出來 這邊根本就看 這邊更不明顯 感謝邱醫師 感謝李院長 我其實不知道我們這個年紀很多人想做 是有一次我去剪頭髮的時候講到 也是提到 背勾 然後我們就開始邀請 啊原來那個 很多我們這個年紀的那個 姐姐妹妹們都很想做 我都不知道我有臥蠶 所以做完之後 欸奇怪為什麼跑出了臥蠶 啊原來那個 或是小姐說 是因為本來就有的關係 那如果消腫了的話 它會比較更明顯這樣 我們觀眾說個再見吧 掰掰